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所以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核心 這我想到啦 走出醫院走進偏向 其實這個習慣設醫部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也是一個任務 也是我們社區醫院 新樓醫院所需要背負的一個 對醫療的一個責任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開始今天 那跟大家介紹一下 剛剛都有介紹過 等於是很支持我們的一個 吳副院長 從一開始到現在 吳副院長是我們的一個大家長 做極其歡一步 另外就是設醫部的張部長 也是很支持 不管是在醫療 或者是人力 都是很支持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些 歷屆的一個護理師 那張雪碰護理師 跟現任的王莫美護理師 都是背負在那裡 整車 帽子 我們海底也是都有提 我們幾乎是沒有提的 大概就是過年 醫院沒看症 我說我也想要去看 又是免他沒力 那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還是幾乎都是7-11 因為這個持續性 我們對於社區醫學的持續性 全面性這個醫療是非常的重要 你有沒有可能說 今天你沒有去 有的 萬聖筆拿不去 就會有一些 我覺得是 就會中斷那個醫療 那另外今天就是很特別感謝 這也是大概 創局 有邀請到 當地的大內區的老人 長壽俱樂部楊文淵理師 會幫我們會後分享一下 你的心得 跟阿伯都合作了很久 也很感謝他提供這個場地給我們 再來就是 我們新榮醫院跟其他 醫院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老妹 雖然是狗的妹 所以我們 一開始的話 我們結了一些像傳道 一些事工 有去附近的一個教會去拜訪 希望透過教會的力量 能夠去把這個醫療的這個 事情能夠做得更完善 更完全 所以說 當然 當健保署有這個計畫之後 我們就是 一定要有這個 教會的精神 結合這個醫療的部分 能夠去幫助 這個 比較醫療資源不足地區的一個人 那 一般 我們 去那邊 有 跟當地的一個 大家介紹 我們比較特殊的地方 為什麼說我們超越其他醫院 甚至比其他醫院做得更好 就是說我們有跟那邊的 診所 衛生所 大概都維持好的外溪 另外還有 咖哩裡面的藥局 大家 應該知道如果說 在比較 偏 偏 偏鄉的地區 的話 藥藥其實很重要 等於說就是他們的一個診所 所以他們如果說 要掛荷 或是看病 其實他們 他們的習慣就是說 北北地區買一些藥 不過我們到那邊之後 我們把這個 儲方先釋出 就是說我們還是 看病都是跟醫院一樣 是我們把那個儲方釋釋出 去跟當地的藥局去做一個合作 其實這樣子也不錯 就是讓他們覺得 讓一些民眾還是概念他的觀點 說看病 看病 不適合要先來看醫生 不要說 就直接去藥局包藥 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一個病人 那另外的話 那個藥師 那邊在大內區 有兩間藥局 都做很久 都20幾檔有 那他都會跟 拿藥給病人的時候 我會跟他餵餃 所以說這個算是 兩方面的一個合作 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是只有新柔 有這種合作的模式 這也是 我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西緬座 考慮到 自己要帶藥 他先把自己保養 看病後給他玩藥 玩藥之後 自己帶很多藥 很麻煩 而且也牽扯到藥物保存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 我們之後就想出這個方法 把儲方釋釋出 讓那邊跟當地的藥局去做合作 那些藥局都很樂意 因為 他也可以增加他的一個 一個拿藥的率 拿藥率 然後一個收入 那另外的話 他也 可以跟那邊的居民 做一個衛教 算是雙贏 也是我們的 現在新柔的一個 醫療的一個特色 那再來 我們的時間 現在就是在旁邊的部位 來管理 一個老人長壽俱樂部 習慣本來是一週只有一天 慢慢增加了 就因為 別人真的跟他做了 越看越多 那 有時候我們從一開始 可能一年進可能三次 有時候還沒什麼到人 還沒什麼去做 現在有時候都差不多三十幾個 都有 那 我們另外一個特色也就是 慢性病越來越多 所以 這個其實 對那邊 比如說 他不是說 別人來看感冒 看慰藏 他就會開始信任你 他就會開始 有一些慢性病的藥 就會 來這邊去 來看病 這等於說病人已經開始信任 你如果說一個 鑽車 他不跟你信任 他是不可能 來跟你說 男性沒有 那 當然這些都要慢慢的 長期的一個經驗 再來就是 我沒有記者 我準備一些圖片 大概 有些個告訴 大概 其實用圖片 能表達出一些 那個 裡面的 東西就是我們看診的情況 已經 看診的環境 並沒有那麼舒適 我們去 修改 本來在外面 就是 出出的的 大概比較沒有一個隱私 然後慢慢的就移到一個室內 這就是我們看診的一些工具 自己要帶電腦 盧卡機 其實大家看到 大家沒看到 說這是大 應該大家還以為很在醫院 沒有錯 就是我們要說 照一個就是說 提供醫院級的一個 醫療的服務 但是又可以很便利 這樣子 那有血壓劑 這其實基本上都有 還有一些患藥抽血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冷氣 這冷氣做得很厲害 我就當冷氣了 所以說之後有冷氣 我真的差很多 要不然真的是很熱 有時候 不是說只有我們受不了 那 那 你提供的 有時候看病也沒辦法 也是很熱 那再來就是 這是我們的一個海報 那 這就是我們的 這就是我們的 俱樂部 我們外面有一個 大姐的風調 就是 就是 這個是健保局規定 健保署 就是說 要有一些 一些 告示 很清楚 讓大家能夠了解說 這邊有在提供這個醫療服務 那這有些 有一些 不只看病 我尋覆要處理一些 像這是阿伯 陽明的阿伯 就是說 這個是五千 另外還有 換藥 我們那邊有換藥這個農 所以說 這個都有 包括紮學堂 這個 其實 大家沒看過 這意味就是 這好像就是 很平常 在醫院就是 大家來經受管就是 沒錯 我們就是要塑造這種 全面性 持續性的一個醫療照 包括 麻油辣 炒肺藤 這些 那另外 比較特殊的 就是說 我們有提供一些居家的方式 就是說 我們利用 看診的一個閒暇的時候 就是 多餘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看 那邊有一些毒居到人 或者是說 醫療社 這個 就是去家裡去 關心他們 像這個 這是一個 癌末的病人 癌末的病人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過世了 那 目前的話 其實 這是你太太 目前其實 她都還是有持續來看病 他三個小孩 也是 整個小孩 跑到大小 三個大小 都變大了 從小的科 可能都要看成成人科了 所以 這個 大概 我們都跟那邊都會很好的感情 那就是會去居家 去 把它量血壓 測一下血糖 看一下它的狀況 那有時候 我們還會跟我們的居家護理配合 譬如說 下面比較近的話 是 馬刀心腦 也是我們 也是心頭醫院 我們就會去 跟那邊的 居家的一個護理師 做一個轉介 甚至 如果說 像這個 我最近也好介紹 因為他們最後 就是比較想去期美 所以說最後也是 轉介到 流影期美 就是 因為 之前都有認識 所以說 這就達成了說 可以馬上去評估這個病人的狀況 其實 不管是收給哪些醫院之後 去後續照顧 我覺得 就是反正就是 為病人 都提供到一個 很完全的一個照顧 這樣子 再來 一雙 這個是 另外一個 就是 一個老師 老師 他最近都 每次來看 都很痠 都很急 他個性很急 這就是 這就是 住在我們一種 居樂部的對立 結果就是 每次來說 血壓都很高 大家說 要注意 要注意 結果有一天 就真的是 就是中風 腦出血 血壓的問題 那之後他是去 我們麻豆新樓醫院 去掛 那個 我們神經內科 楊醫師 目前還是 弄底的便宜滴 繼續治療 那另外 我剛才 抽空就會去 對面 走過一個馬路 就看到 去他 關心 主要是有 通過 美中風的問題 就是 譬如說 現在 疫情變化 可能有一些咳嗽 一些 吸入性肺炎的情況 就會去給他 評估開藥 其實這個就是 變成說 他 不可能 又包車 又坐我們的轉車 去美營 就是說 馬上可以幫他 做一個處理 所以說 這個 就是要負責都還不錯 這樣 所以 還認識我 一開始就沒有了 這樣 還有一個 媽媽 還是會認得我 之前 畢竟就是 大家都相處 相處過一段時間 這樣子 還有 另外還有 有一些 就是 比較 麻煩的就是說 有一些老人 可能 譬如說 這個阿嬤是 我們麻煩的 我們麻煩的 請到美營拿藥 可能沒有味道 都要獨居 醫生就開 可能看很多荷 很多藥 給他一段時間 要怎麼樣 我們去家裡說 什麼藥 比較適合去吃 這有點是 我們那個癥核性 就是說 長期用藥 老人這種 老人醫學 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多重用藥 如果藥 有時候 譬如說 在經濟拿藥 還在美營拿 有時候 他就 搞不清楚 可能一些重複用藥 譬如說 會藥吃很多種 還是有的藥 已經不用吃 還在吃 所以我們就會去提供 藥物 說 阿嬤你就什麼藥 必須吃就好 不用吃到那麼多藥 所以說 這個部分 也是我們會去 關心的一個部分 尤其是 其實我們都要說 正好 現在我們都市的人 有時候拿藥 或拿一些堆 不知道你吃什麼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 也是 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我們就 盡我們的能力 能夠去解說 那另外 有一些活動 就是我們 定期會辦 健康講座 尤其是 有一些像 他們 每個月 或者是說 每一年都有一個 老人會本來就活動 就會趁那個時間 去辦一些 餵教講座 餵教講座 包括我自己 護理師 還有 結合說一些 像 我們其中的學生 一些PGY 就是說 一般醫學訓練的 學生 就是現在 都比了 可能要進來 背影 年輕人的醫生 我們可以做一個結合 請他們去這個社區 去實地去做一個餵教 你就知道說 其實這有時候 整個大灣地 有時候 我去辦餵教 感覺不三天 只要 有一些 技巧 包括 就是一些語言 或者是一些 吸引的方面 一些主題 這個 那一般我們就 看這個時間 就去辦一個 一個餵教 的餵教 還有一些有獎震盪 大家都反應都不錯 另外就是 另外說 這就是將軍 我們將軍 將軍剛才提到 大概 在2013年 開始 那 服務人士 目前也都是很多 因為我們將軍有三個服務 三個禮 有在看 所以說 這個都有提供這些 包括癌症篩檢 衛教活動 單純的看診 這個都有提供這個服務 在聖誕節 也是 這件事 真的是對我們 教會的便宜 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會提供 像這種 聖誕節的傳福音 像我們雪崩 就去聖誕節 去結合教會 一些聖誕 一些我們教會的一個 一個活動 去 推廣 那是變成什麼 能夠結合衛教 所以說這個就等於 預教於樂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一些活動的情況 傳福音的一個活動 這樣 所以說 其實 我大概整理一下 就是說 我們 大人府 現在看 在四個檔 大概 的一些成果 大概看 看看 大概目前看 看診的總門數大概是 六千多 平均大概三百六十個 診室 幾乎就是 三百六十個 大概盡量以不休息為主 那 急性疾病 大概就是說 大陸比較常見 還是屬於比較 說 感膜 呼吸道的疾病為主 那慢性病的話 我們是以糖尿病 高血壓 跟痛風 這個大陸是占最多數 有的是 譬如說 你已經在 北京病院 在治療 或是診所 還是說 微信送給他 或是說這個 大概他們 我們 透過一些 譬如說講座 還有定期的一個抽血 他們 覺得說 其實來這裡痛 不錯 就會把那些病人抓過來 就是 幫他們提供一下 比較 比較 因為我們那邊比較方便 就是說 你們可以一天來 查五袋會藤 你如果在那邊 衛生索 有時候看 因為衛生索沒有固定的遺失 所以他們有時候 可能一次開三個月 他們中間不知道 自己的血糖 控制怎樣 但是我們那邊很方便 來交通要查會藤 就是 就OK 所以說 他們都很喜歡來這邊 看這個藤文會 因為 就是 他這樣知道說 到底控制好嗎 有時候 拿三包也不知道 總統 所以我們都要跟他餵一腳 另外的話 就是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們有四處這個儲房間 這大概 其實這也是感謝我們資訊室 資訊室 也是幫我們設計這個東西 那時候 跟他討論 還是 以這個方式 就是說 看完之後 看完之後 你就拿儲房間去那裡油了 在那邊就是 我們會 幫他收錢完 然後 請他拿這個 藥單 就去隔壁的藥局去領藥 有兩間藥局 那 一般的話 都是 都還不錯 反應都不錯 因為 藥物都在保證後 也有差別 有數 都在跟你家 講說 這個藥物怎麼吃 所以說 這基本上 這算是 我們 目前應該是只有我們 目前大概只有新樓 有在提供這個服務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我們已經超越了幾大醫院 第四個就是 提供 就是剛剛說的 年輕的醫心 年輕的醫心 一些社區教學 跟民眾健康 講說 我最喜歡的醫心 替這條 他說他要 聽到他好了 所以 他們兩個也想到你 所以 我覺得很好玩 不是 就是說 對我們設計部 就是 觀念會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 很翻譯 很有趣 那就可以 近距離的接觸 我覺得這是很有挑戰性 那再來就是 我們幾乎 幾乎半年會抽一次血 就是包括一些慢性病的 這個 大概我們最近一次抽血 就在下禮拜六 也是老人會 那 每半年 因為有些在拿慢性病的藥 最重要的就是 說有抽的 有時候 講到關藥劑有問題 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半年會抽一次血 去保持這個 維持的醫療品質 不要說一直拿到有抽的 以前他們就是這樣子 在衛生所 一天拿三個、三個、三個、五日 拿到一天 沒抽過 這個就不好 那再來就是 我們這也是醫院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政策 剛剛有一個 發的是一個專策 那時候也是大概在 一、兩年前 開始有去做這個接送 那剛好他停的位置 就是整個大內區 他有一些距離 他會去停靠 然後就會載 載到我們麻豆 麻豆新樓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還有去結合到醫院 譬如說 在這裡看 這個 新種 新種 但是我們沒有 可以做新電圖 但是判斷的時候 可能會被這個 可能會被 做檢查 這時候就可以 用到我們的專策 會直接把它轉送到 我們的麻豆新樓 去給專科醫師 去做一個評估檢查 所以說基本上 種了這些的話 大概就是 達到我們 設議部 一個家庭醫師 所要 需要的一些基本精神 包括 可敬性 換別做房間 負責 大概是全聯無休 然後 盡量不要換醫師 因為 這個需要醫師 跟當地居民 去 有一個 信任的關係 那持續性 就是說 這個當然 我們會自己 持續下去 全面 包括 我們還有配合一些 專科轉診的 一個部分 跟協調 有時候還幫他寫個 轉診單 讓他去便宜 讓他檢查的時候 可以了解一下 這個狀況 所以這五個 照護精神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 這個五個照護精神 也是在我們的大內的醫療 去落實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事 大概 這幾年的人事 從一開始 產蛋經營 慢慢就是 一直在爬生 每個月的看診人事 一般就是 還是跟旺季 淡旺季會有差別 不過 大家發現說 奇怪這個比較會 差那麼多 為什麼 12月1月當然有感冒很多 尾巴的人也很多 冬天大概 就是老人就是容易 血壓高 胃會不舒服 那 其實大家發現 我們沒有差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 八、九成以上都屬於慢性病 所以說 不怕說病人的起伏太大 慢性病就是 跟他 該病人都會準時回來拿藥 我們那邊大概就是開一個月一個月 有的人說 為什麼要開慢性廚房前 我們 因為我們 我都跟他說 我們很方便 已經不用再開 你看看 如果我整三個月 我會輸兩弟 嘛 對 當然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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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我們都沒有看過以外生理的 所以說這個 所以我們不怕病人的數會 落差太大 因為大概都是慢性病為主 冬天就很多的感冒的病人這樣子 那我們還有做一些滿意度 其實這個 大概就是 給別人看 大概我們的滿意度都還不錯 當然有一些比較不足的 我們要去改進 可能 開始一些醫療設備環境 可能他們會比較有意見 不過我們 跟我們修正的 班區有冷氣 不要老大概 滿意度都還不錯 然後溝通能力 這很重要 有一些 就當然那邊 差不多八五一八到十都說改醫 所以說我去那兒問答應 跟他開始說 所以 那另外悶診時段 就診路程 其實大概滿意度都滿高的 就診方便心 這大概就是兩分 這樣子 所以說 其實基本上都還不錯 所以說 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我們新樓醫院 當然現在這個 醫療治療不足的一個醫療 很多醫院都在做 包括 齊美 陳大 DVD 大概留三個據點 大概他們有三四個醫師出來 不過我覺得 我大概一個應該就夠了 也不用 我一個應該變得就比他們多了 所以 他們那個部分的制度 我也都是很了解 不過我們就是會去改善 改善我們的缺點 然後去發展我們自己的優點 包括跟這個藥局的一個惡作 這個大概沒有幾件做得到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定期去辦這個抽選 這個也是需要 事情的一個準備 像我們每次抽選 目前大概都六七十個七八十個回來抽選 所以說這個也是 大家有的 我一定看見 他想說進行有異常 譬如說有三個館 會有的館 他就可能半年回來再追蹤一次 所以我們在合理的範圍下 會給他做一個半年的抽選 然後還有一些健康出境的講座 跟年輕醫師啊 跟當地的一個衛生所 去做一個合作 然後整進他們一些對健康的認識 然後一些居家訪式 可以出來看一些土居老人 再來就是比較重要的聖誕節活動 我們就也會去 藉由這個聖誕節的節慶 去結合我們的一個醫療的一個傳道 去做一個服務 所以說其實